一日店長 新聖品神 安心雅 藝人安心雅日前爆出 和MP魔幻力量成員 嘎嘎情迷影片外流 14日她在台中首度出席公開活動 談到最近的心情 安心雅連訪時緊張到聲音戰鬥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所以希望關於個人隱私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些空間 讓我可以自己慢慢的消化 而問到是否後悔和嘎嘎交往 或接受她的道歉 安心雅則說 我跟她已經很久沒有聯絡 那我也相信她 也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 可能很聰明的人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些事情 去影響到我相信人性本善這件事 安心雅連連被逼問 情緒都刻意壓抑 顯見創傷頗生 而她認為亂撲料的人 做了很不對的行為 安心雅哽咽的表示 會勇敢面對 我相信沒有人會希望 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很謝謝我身邊的朋友 都有給我很多很多的力量 然後就是很 我都會很堅強跟樂觀的 去面對所有的事情 SV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跟樂觀的 跟樂觀的 組織 做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